北韓将在下个月7号要召开的是最高人民会议 预计将会修宪将南韩指定为头号敌对国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从去年12月开始就频频修改领土章程 从宪法删去了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等的字句 更确定的将南韩指定为头号敌对国 下个月要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 可能将武力征服南韩的计划纳入宪法 一旦半岛爆发战争北韩就可能会出兵占领南韩 另外来看到美国前总统川普昨天是遭遇了暗杀未遂 那涉案的枪手被检方控诉违反的联邦枪支法 58岁的枪手鲁斯初步被指控了两项罪名 分别是身为已经定罪的重罪犯违法拥有枪支 以及拥有序号遭抹去的枪支 法庭就指出说鲁斯他带着食物和枪支 在高尔夫球场外埋伏了将近12个小时等待川普 所见特勤人员有及时发现阻止了他的暗杀行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还有这个种植物